大家好 今天是7月5号 是独立日的第二天 昨天是美国的独立日 今天不是一个很好的一天 因为从昨天晚上开始 就有些不太好的症状 昨天晚上开始喉咙很痛 然后有点微烧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发冷 为什么觉得 但你会想这可能也许是轻微的感冒 那其实就是我们家呢 就是从上周四开始 上周四开始就是我女儿也是发烧 然后后来检测就是阳性 然后接着就是第二天 我们都撤了就是怕 就是因为都在一起嘛都撤了 然后都没有没有问题都是阴性 然后再隔了一天 我两个孩子就开始是那个发烧了 发烧了呢 然后再一撤的话就是也是老二是阳性 最小的那位呢就是他不愿意被捅鼻子嘛 但是他一直发烧到现在都在发烧 就是时好时不好 降了又起来 降了又起来 所以我想他们俩肯定就是中招了 老二是确定的 老三的话就是估计是肯定是中招了 因为他们俩都太小了 也没有打疫苗嘛 那我跟我老婆的话就一直就 老大是隔离了一个房间 然后但是那个老二老三的话是太小了 没有办法我们要照顾他 所以照顾他们 所以就是很难避免 但是过了那么多天啊 今天是星期二了嘛 你看上周四 四开始是 其实我们每天每隔一天都会测一下 我们俩都没有问题 也没有症状 也也测出来 也测了两次 也都是阴性 那今天就感觉真的不太对 所以我得马上测一下 这个也是前两天在CVS拿的 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都一样 跟那个平时出去测 不过他马上会知道结果 这个捅完之后塞到这 然后这有个试剂 插上去就可以知道 平时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 倒没什么问题 但是最近有两件事 一个是我8号有个戏要拍 今天是5号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撤出来是阳性的话 那我就不得不得要通知他们要去 再做一个准备 准备就是要再找别的演员了 然后或者是时间调整一下之类的 反正就是还有就是我老三 他本来是今天要去上幼游园的 那现在也消不了 那现在也得要制补肖 然後就不得要推荃 捅得有点 比较认真哈 捅得 捅的 要转转转转转转转 装完之后 把这个棉签在上面挤压一下 把那个水挤下去 这有个箭头 这个插下去 10分钟 等10分钟 这个过程没什么问题 拿出来 捅鼻子 4次 然后在这里揪 3到4次 然后揪了很多次 刚才那个要泡 这个 这个没到一分钟 我要再来一下 我要把它插回去 放一分钟 这个同时都在这 可能有一些不太规范 但是 待会看嘛 如果是这样都出现了那个阳性的那个mark的话 那说明就肯定有了 如果这样都没有出现的话 那我就再做一次了 后来我补了嘛 这个补了一分钟 然后在这边揪刚才是这样 然后这个 放进去 放十分钟 现在我在等十分钟 然后 如果有 有红的 不管在哪里 就很淡 都是 如果只是这个 蓝色的话 那就没问题 如果只是蓝色的话 如果只是蓝色就是 其实疫情这么久了 两三年了 两年多了 总体都感觉就是已经基本过去了 放开了嘛 然后那个奥米克隆的这种危害也没有 重症也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很放松 都 得到都不太注意了 但事实上得到的话还是挺麻烦的 虽然不会有答的问题 但是挺影响的就是说你正好有一些事情 还是另外的话你出去也不方便嘛 就是你还是得隔离几天 因为你出去你总觉得也许会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 因为你是明显的可能是写单或者就是写单 那你碰过的东西啊 那很有可能就传到别人了 虽然不会有 但对一些那种年龄大的人啊 或者说某一些群体的话可能还是很不好 所以就是这这方面的问题 大概还差个四分钟就时间就到了 就可以来看结果了 现在的话偷偷的看一下 看能不能看 OK 我就不动它 但目前来说应该只看到一条蓝线 现在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有可能就是我刚才在浸泡的时候 程序不对 没有先浸泡 后来跑的可能未必没有效果 另外的话现在时间还没到嘛 还有几分钟 所以不能说是 是这样 但是很奇怪就是 我两个小孩嘛 就是一直都发烧 就是从第二天开始 大概第二天多一点的时候就开始发烧 一直就后来撤的就是 养性 但是我跟我老婆就一直都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苗的问题 因为那两个小的是没有 打疫苗嘛 我们俩是有打疫苗 而且那booster都打了 可能还是有作用 然后老大女儿的话 她也是打了所有的三针 但是她可能是在外面 遇到了比较 强的一个病毒的感染 我 我才是这个样子 嗯 现在时间到了啊 现在到了10分钟 已经稍微过了一点 我拿出来看一下 你看 就是蓝色 所以目前来说就还真的是 嗯 negative 但是我得再做一次 因为我 我担心弄错 就没搞 我又重新拿了一盒啊 不行 再重新再做一次 再浸泡 泡一分钟 这个就是刚才没有做到的 这个就是刚才没有做到的 那我就要去做一次那个PCR 因为这个准确率还是没有PCR那么准嘛 我要确保一下 已经超过一分钟了啊 已经超过一分钟了 然后把它挤一下 那拿出来 那上面 下面捅下去 好 10分钟 还差一分钟了啊 还差一分钟啊 我刚刚也在去刷牙没有去管它 嗯 现在看一下 好像也是没有红色的 嗯 希望它是对的吧 但是 万一不准的话 那也还是 还挺耽误事的 嗯 所以我估计我还得 这个去做 PCR 因为 剧组本来也是要求提前做嘛 今天是5号 8号拍 嗯 现在一分钟已经到了啊 刚才闹钟已经响了 看得清吗 我在靠近点 背光 有红吗 没有 哎呀我得撕开这个 等一下 嗯 确实是 嗯 阴性 这个地方 没有遮住 我以为这里遮住了 没有遮住 哎 所以的话 今天5号 我看看 我看看今天或明天去测 去测个PCR 然后就应该能够比较确定 但问题是 就说 我两个孩子还是 小的 他不愿意测 大的话 我今天可以再测一下 如果他也转成 阴性的话 那就好了 女儿也是阴性就最好了 剩下小的 哎 尽量测一下 如果不是的话 还是跟他们在一起 还是有潜在的 危险 好 那先这样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